而在日前台北举行的第四届两岸和平创富论坛上 本台记者也专访了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的董事长王晶 作为赴台投资的先行者 他以四年来的经验告诉企业家如何利用两岸优势 来看记者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因为我们的发展阶段 它是台湾拥有的优势可以对我们有互补 它是来自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的董事长王晶 1994年36岁的王晶参与创建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 1999年出任该集团董事长 并获得福建省十大杰出女性 中国企业女性十大风云人物等称号 2009年王晶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棋 带领企业赴台投资 这也成为了大陆首家赴台投资的企业 不过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难免会引来台湾社会的不同看法 甚至是质疑 对此王晶表示 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情况下 这些担心完全没有必要 没合作你就没有机会了 现在大陆企业如果它不来台湾 它也会到别的地方去合作 那你不就上市机会了吗 所以我是觉得台湾应该要有更大的胸怀去包容 四年来福建企业在赴台投资的陆企中 占了四分之一高居榜首 王晶用陆资赴台先驱的经验提出建言 在如今的产业转型期 企业更是要迅速弥补自身的弱点 重视科技创新 借助两岸的优势打造综合竞争力 海峡卫视记者江岭台北报道 所以我们会